停在地面上黑色休旅車不停搖晃 水桶島機車也被震倒 所有現場物品全被突如其來強震 震到掉落 仔細看這名黑衣男子先衝了出來 嚇得驚慌失措 往屋外邊跑邊跳 接著另一名家人也衝到屋外 這位女士雙手捂著耳朵 嚇到放聲大叫 心細著其他家人 從監視器另一個角度 屋主女兒也逃了出來 站在自家貨車旁 這時劇烈搖動 已經讓當地居民嚇壞了 我也是覺得我們花冬這樣子 經常吃這樣子 我覺得好喝更大 而且我真的發生了 然後事後我就一直在院子中央 我就不敢走動 後來現在過來看這邊都倒成一片了 嚇死了 這次的地震真的有夠嚇人的 你看那東西倒到這樣子 我不曾碰過這麼樣 921還沒有那麼嚴重 你看看東西都倒到這樣子 我現在趕快進來要拿一些要用的東西 我現在裡面我不大敢進來 我很怕有餘震 今年的地震是比往年要頻繁許多啦 那也未必說未來都一直都是如此 因為縱觀台灣的地震的這個發生的這個歷史 今年上半年 就已經發生了6個 規模6以上的地震 飛TP海半塊是一直在活動的 所以它會一直有力量累積在這個地質構造這裡 那如果中間這麼長一段時間沒有適時的將這個 力量給釋放出來的話 它有可能在 這個地質構造無法承受的情況之下 然後突然它就可以大量的釋放這個這個能量出來 近年來地震大多發生在花東地區 民眾擔憂是否可能會有更大的地震 氣象局公布全台44條斷層的發震機率 台灣在未來50年發生規模大於6.5地震的機率為99% 甚至規模6.7地震機率也有94% 我們以台灣地區來看的話 東部跟中山脈的西部可能就不能用同一個模式來比較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所謂的有一種地震模型 就是在時間軸上 它有一陣子它可能地震非常頻繁 相較於有一陣子它地震比較不頻繁 那地震比較頻繁的這個時間 那就會稱為所謂的地震活躍期 中國大陸位在環太平洋地震帶和歐亞地震帶之間 香港位在歐亞板塊內 歐亞地震帶包括印度阿富汗塔吉克與緬甸 而台灣日本和菲律賓在環太平洋地震帶內 值得注意的是亞洲地震頻繁 其實各地震帶發生不同地震的可能性 環太平洋地震帶約80%淺層地震 90%中層地震 歐亞地震帶約15%淺層地震 10%中層地震 中央級地震帶僅含全球約5%地震 幾乎全是淺層地震 預測地震無法像天氣預報一樣精準 地震會使建築物倒塌 但建築構造的發震機率比較高 危險區域應提高警覺 TVBS新聞廖廣斌 徐孟傑 蔣志偉 台北花蓮採訪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